据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发言人就卡西姆港燃煤电站 中方车辆遭遇恐怖袭击打记者问 有记者提问成 10月7日有媒体报道 巴基斯坦信德省发生恐怖袭击 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0月6日晚11时取 中方企业项目车辆 在卡拉奇珍纳国际机场附近 遭遇恐怖袭击 目前事件已造成中巴双方人员伤亡 其中中方两人遇难 一人受伤 中方对中国公民遇袭感到十分震惊 对这一恐怖主义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遇难者亲属 致以诚挚慎慎 中国外交部合住巴基斯坦使领馆 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迅速开展处置应对 中方要求八方全力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 立即彻查 缉拿凶手并依法严惩 同时切实堵塞安防漏洞 采取更有针对性措施 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 和在八中国人员 项目和机构安全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再次紧急提醒在八中国公民 企业 项目 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强化安保措施 做好安全防范 恐怖主义指全人类公敌 恐怖势力破坏中巴互信合作 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企图 不会得逞 中方将继续支持八方推进反恐行动 愿同八方携手努力 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